第一個 自算資源做完 第二步的話 特別注意 上面這邊有一個類似像地球的形狀 如果今天我要先新增什麼 新增繁體變簡體好了 我再Add New Translation 然後選擇什麼 選擇那個Chinese 應該在最下面 theH這邊 再倒數第二個 然後找到什麼 找到那個應該是CN吧 我記憶像中CN CN是China 你就找China 這個時候的話按確定 你會發現 它就會跳出一個什麼 跳出一個新的Swing檔給你 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你加完之後的話 這邊會多一個Swing 然後在哪邊呢 在這個地方 會多出一個什麼 Value-China 這個Ch 這個Chinese的China檔 你要怎麼做比較快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我建議各位 因為我的習慣是這樣 切回到原來的自傳追憶檔 切到XML模式 把Resource到Resource Ctrl-C以下 切到這邊以下 把它Ctrl-V 把Resource到Resource貼上 然後做什麼呢 因為你剛剛不是有簡體嗎 你就把簡體這幾個字 有沒有 然後把它複製 貼上去就好了 因為電話碼嘛 因為其實就這樣 把清除 清除好像一樣 所以如果一樣的話 你就不用 OK 好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建立好一個什麼 把它Save 全部儲存 切到那個 我們原來的這個字 你會發現這邊 就會多一個什麼 簡體的對不對 把它切過來看一下 有沒有變簡體 欸 簡體了 有沒有 OK 好 那如果說你要日文的話 怎麼做呢 一樣的方法 點下去 Add New Translation 日文的話是JA 所以你找到JA開頭的 JA J開頭的 那JA之後的話呢 Japanis 那因為它有很多種 你就不要選 你就選JA就對了 按確定 一樣會出現一個Srim檔 你就把什麼 這個地方有沒有 Ctrl-C 貼過來 Ctrl-V 全部做完之後的話呢 一樣 再把這個日文的 有沒有 這幾個字 把它Copy 貼過去 那全部做完 當然還有什麼 韓文啦 還有英文啦 通通都做完 做完之後 記得按Save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日文的部分 就出來了 日文就出來了 日 怎麼 電話方號 那一樣的方法 還有韓文 還有其他的語系 那分別做完之後的話 你這個地方 就會多過語系了 那最後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Run到 你的手機裡面 或者是說你的那個 模擬器 你會發現 在模擬器裡面呢 如果你的語系 語系先Home鍵 按Menu Menu裡面的話 有一個設定 設定裡面有個什麼 語言 應該是這個地方 在最下 地區及語言選項 這邊的話 你可以找到那個 語言語鍵盤這個選項 我模擬器是2.33的 如果說我今天選的是什麼 選的是 這邊有很多語系嘛 比如說我今天選的是英文好了 英文我任意選一個英文 比如說United States好了 或者United Kingdom都可以 OK 然後我在 Home鍵按住不要放 切回到那個剛剛的這個 你會發現它就變英文了 也就是說如果任何的手機 它的預設的語言不一樣 它就會選擇它的語系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一下 就是特別注意哦 從這邊可以什麼 Add Translation 那你可以分別哦 把你需要翻譯的部分呢 翻譯一下 然後呢 再貼過來 OK 那外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你就會發現哦 如果你多一個語系的話 就會多一個 一個地圖出現 一個那個 它的國旗出現哦